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种下的善业就会给自己带来福报 种下了恶业就给自己带来恶果 因果是真实不虚的 且丝毫不差 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遭遇了不顺 尤其是遇到了无法改变的遗憾 或者无法逾越的困难时 很容易对自我甚至于整个人生产生怀疑 认为前途一片渺茫 暗淡无光 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做 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 正如佛经上所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事 欲知后世果 今生作者事 因果是通三世的 即过去世 现在世和未来世 那前世造业多的人身上会有哪些特征呢 我们又该如何化解前世造的业呢 大佬今天从前世今生的角度 给大家解读一下 一 前世造业多 身上会出现三大特征 一 疾病产生 身体健康是一切学业事业的根本 如果没有一个健全健康的身体 很多时候面对一件具体的事情 我们都会无能为力 自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说到底无非是作息规律 心情舒畅 营养均衡 运动锻炼 无不良恶习等等 可是真正能做到以上这些的人 又有多少呢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有身体或者心理上的各种疾病 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比较可悲了 要么就是身患重大恶疾 常年累月地与疾病抗争 要么是大病没有 小病不断 不是这里出问题 就是那里不舒服 总之健康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己 其实这时候往往要开始反思 是否是业障缠身的缘故 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中 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太多太多的众生 与他们结下了仇怨 一抱还一抱 永远都纠缠不清 有的人和有的家庭生活一直都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 以至于无论自己怎样努力 都无法转变当下的困境 或者自己的工作事业刚刚有所起色之时 过不了多久 马上又会遭遇一些变故 让自己一夜回到解放前 甚至于远不如从前 生活犹如陷入泥潭之中 越陷越深 自己越想挣脱出来就越挣脱不开 从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备受煎熬 不知何时才能出头 这种情况也应该好好地反思 自己的福报与德行的问题 你会发现有的人不管做什么都可以赚到钱 而且还越赚越多 越赚越轻松 真的是因为他的能力出众 资源很丰富吗 答案是不一定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一定是一个有福报之人 因此前世积福太少 今生过于贫困之人 一定要努力忏悔 从现在起 从各方面断恶修缮 积极修福 他日才会有翻身的机会 三 常遇恶友 还有的人身边总是被各种不善之友纠缠 比如遭遇小人的算计 朋友或亲人的背叛等 自己得意之时 他们趋之若鹜 自己失意落魄的时候 他们却早已逃之夭夭 于是得意的时候 被他们拉下水 造下大量的恶业 失意的时候 独自承受苦难 鼓励无援 左右为难 这也需要反思自己做人做事 福德大小的问题 真正有德行 有福报之人 身边往往有诸多善友 在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 自己能够更进一步 在正确观念指引下 利用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大量不失 行善积德 广结善缘 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小人与恶人也自然会主动远离 二 业障深重时 牢记这四句话即可化解 第一句话 业障深重时要学会珍惜当下 其实业障深重时 与一切物质无关 只跟自己的心有关 一个人经常快乐无忧 经常遇到顺心的事 这种人就是业障轻的人 什么是快乐 老僧告诉我 平安 无求 善良和感恩就是快乐 其实快乐无处不在 只是很多人都不愿珍惜当下 总是好高骛远 自寻烦恼而已 一个人不要总是好高骛远 而是要懂得珍惜当下 善于从当下的事情中发现快乐 才会有幸福和快乐而言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懂得珍惜已经拥有的 总是苦苦追寻尚未得到的 却不知得到以后 尚未得到的就变成了已经拥有的 如果你不能学会珍惜当下 你一定会越活越苦 你的欲望有多重 就证明你的业障有多深 苦就有多苦 如果一个人业障深重时 经常感到烦恼和痛苦 这时一定要听一听老僧的话 把这第一句话牢记 业障自然慢慢减轻 苦尽甘来 第二句话 业障深重时要学会以善为乐 业障深重时也应该要学会以善为乐 千万不要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快乐 业障深重时就会表现在贪欲上 贪心 贪名 贪力 贪财产 贪权 贪世等等 贪是由对事物的喜好而产生无厌足的追求 占有的心理欲望 追求物欲享受 追求以及生活环境的舒适 在贪图过分的物质物欲的同时 必定会造罪与造业 贪求永无止境 而心内疲惫不堪 不知无所求方为真正快乐 欲望是无止境的 人业障深重时 一定要多去种下善因 只有种善因才能得善果 也只有诸恶莫作 种善奉行才能消除业障 所以业障深重时 要学会以善为乐 第三句话 业障深重时 要学懂知足常乐 业障深重时 要学懂知足常乐 其实生活中大多数时间 你为什么会感到痛苦无比 归根结底 都是因为你不懂的知足 因为事情没有如你所愿 所以才感受到了痛苦 知足不是消极的 而是要我们学会 放下一些与你无关的 舍弃一切会带给你烦恼的 多去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 永远都是最好的 这样你就不会痛苦和烦恼了 所以业障深重时 我们一定要学懂知足常乐 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 当你烦恼和痛苦太多时 说明你业障很深 要想获得快乐 只有学懂知足常乐 才能消除自己的业障 只有业障消除了 人才会知足 才能常乐 人生才会顺风顺水 当你发现自己最近经常做事不顺 发现自己业障深重时 可以在心中牢记这第三句话 业障自然消除 业障深重时要学会放下 业障深重时要学会放下 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追求得到 而你在追求得到的过程中 就会常常业障深重 召来烦恼和痛苦 业障深重时 只要我们放下一些东西 就会让你获得更轻松和快乐 一个人不动念头是最大的力量 无念是全世界最大的力量 一个人要懂得放下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你才能够拥有所有的东西 人生修行的目的 就是让你失去愤怒 悲伤 忧虑 烦恼 甚至还让你失去了自私 贪婪 称怒 也让你从中失去了对老去和死亡的恐惧 其实人生需要的不是得到 而是失去和放下 得到带来的往往是烦恼 放下才能带给你真正自由和快乐 提起千金重 放下二两轻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所以当你发现自己业障深重时 只要在心中牢记这第四句话 业障自然消除 佛说一切皆在因果之中 没有任何果的形成 不是早已种下的前因所致 当你人生得意 更多的应该是感恩与回馈众生 当你人生失意 就更应该忏悔往昔之恶业 真正断恶修善做好自己 并依靠三宝加持 方能一步步改变自己的颓废运势 进而转变自己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